以天屠龙记应是基因武侠中修订时改动最大的一部小说 比如说删掉了旧版小说中许多表现男主张无忌少年时聪明绝顶和功于心计的情节 又比如把女主原来的名字赵明改成了赵敏 还有像成坤与谢迅最后大战时的天狗十日也改成了两人掉入地牢 便是结局同样跟现在的通行版大有不同 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连载版小说中张无忌最后是以峨眉派掌门人的身份羡慕 那么金庸先生在修订时为何要删掉这个结局呢 在阿浪个人看来这实际上是金老为了改变原来结局的仓促 让收尾更为完善 同时也蕴含了他对周芷若的怜惜之情 一周芷若传授张无忌峨眉派掌门仪式的始末 在解析金老删改的缘由之前 由于原来结局前后推进的篇幅不少 且里面的不少内容跟作者后来删除的原因相关 阿浪先简单地给大家讲述一下原来的结局 周芷若又是如何将俄眉派的掌门之魏传于了张无忌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行版小说 也就是三连版和新修版一样 图诗大会结局 周芷若在联手张无忌闯少林三度金刚抚摸圈时 为不让自己阴谋败露欲将谢去灭口 却没想到被黄山女子轻易制服 自己按刀刀剑一事也随之败露 之后原兵攻上邵氏山 本来带着峨眉派下山的周芷若 被迫返回少林 张无忌对之师储援手 在率领巡雄打退原兵第一波进攻的当晚 张无忌在巡视后山之时 又救下被玄冥二宝追杀的周芷若 在之后周芷若设局掳走赵敏 让张无忌吐露心中所爱 又与张无忌设计隐音离现身 将他们几人的恩怨情仇 做了一个了结 不过在此后的情节中 连载版小说与后来通行版的设定 却大有不同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不同的地方 一是连载版小说结尾 并未明讲明教和义军结局 指点到为止地提到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是由明教而来 最后提及明教适宜的 是彭英玉向张无忌禀报 韩山童战死 然后就是提到后来的陈有亮 统帅明教西路义军 自称汉王 与明教东路义军争夺天下 河阳湖大战 令明教英雄豪杰 遭受重大伤亡 对朱元璋如何上位等 军委提及留下了许多空白 二是周芷若的结局 与通行版也完全不同 通行版小说结尾 周芷若与赵敏 因离消除夙愿之后 在张无忌跟彭英玉等人 商议名教适宜时 他便率领门下弟子 离开了少林 而且并未与张无忌辞行 张无忌是第二天清晨 才从赵敏口中得知 他已离去 然后就带着赵敏等人 上武当山看张三丰 周芷若再出现 就是小说结束 张无忌跟赵敏化媒之时 在窗外提醒张无忌 答应他的一件事 就是周芷若要张无忌 永远不能与赵敏拜堂成亲 但在最初的连载版小说中 却不是这样 周芷若不但没有提前不告而别 反而是带着门下弟子 跟随张无忌上了武当山 他要张无忌完成的那件事 也不是新修版小说 所讲的那般 而张无忌自以张三丰分别日久 甚是想念 赐臣即与群雄分手 带同赵明 宋青书 上武当山去 周芷若道 张真人与我曾有大恩 宋少侠逆父时书 为是非因我而起 我当去领受罪责 当下带同俄媒众弟子 齐上武当 连载版《倚天屠龙记》中章 正如上面小说原文中所言 周芷若之所以 要跟张无忌上武当山 是因为他认为宋青书的罪行 一开始乃因他而起 他要上武当山领受罪责 但是 这只是他的借口而已 他真正的想法是 想让张三丰做见证 然后把掌门之位让给张无忌 自己则出家为泥 卸下肩负的重担 于是在武当山 当张三丰则问他 已学得三成灭绝师太的武功 如何光大俄媒一派之时 周芷若顺水推周 以当日张无忌答应他一件事为由 向张三丰借真武大殿为用 摆出俄媒祖师郭湘 和第三代掌门灭绝的灵位 脱下掌门信武铁纸环 便将俄媒派掌门之位 传授给了张无忌 张无忌起初并不敢接受 但张三丰大概是因为 向郭湘创下的俄媒一派 可以发扬光大 告慰他在天之灵 因而他开口促成了这件事 而张无忌因曾向周芷若许下承诺 而此事也并未违背江湖道义 只能接过郭湘当年留下的 俄媒派武学秘本 和两节倚天断剑 戴上纸环 成为俄媒派第五代掌门人 而在坊间一直为人 津津乐道的一件事 说张三丰瞧着郭湘的遗书 眼前似乎又看到了 那个名慧潇洒的少女 可是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 便是发生在这里 所谓的遗书 其实是郭湘首书的俄媒武学 而周芷若则削发维尼 不问世事 自此一盏青灯 常伴古佛 张无忌拜别张三丰 离开武当山之后 则在未回明教 而是率领俄媒弟子 协同赵明 赵敏 回归俄媒山 他道德山上 就写了一封偿信 将明教教主之位 让以扬消 从此在俄媒山 天天给赵敏化媒 就全篇结束了 可见就张无忌 答应周芷若 为他所做的一件事而言 以天屠龙记三版小说 也各有不同 旧版小说中这件事是 周芷若要张无忌 接掌俄媒 而修订版小说 则是个谜 到了新修版小说 则变成周芷若 要张无忌答应用 不能与赵敏拜堂成亲 而以旧版小说的结局 张无忌是以俄媒派掌门的 新身份羡慕 结束了全篇故事 那么从修订版小说开始 金庸先生为何要删掉 这样的结局呢 在阿浪个人看来 这是金老为了让小说的完结 更为完善之举 同时也蕴含了 他对周芷若的怜惜之情 二 从旧版小说结局的仓促 解析金庸为何要删掉 周芷若让位张无忌一事 从阿浪上面所讲的 连载版小说结局就能看出 金庸先生当年对这版小说的收尾 是相当仓促的 许多有必要交代的事情 因为情节设置的问题 都未能提及 比如前面所言 朱元璋是如何上位的 还有张无忌 在传位给杨潇之后 朱元璋又是如何从他的手里 抢过了明教的画室权 明教这一门教后来的 后续发展和结局 又将如何等等 以至于当年有许多忠实读者 一直认为 金老会写射雕系列的第四部 讲一个后以天时代的故事 当然了 最终谁都没等到 迎来的只有金老大加山改的修订版 实际上 金庸之所以在修订版中 删掉周芷若传授张无忌 俄眉派掌门的结局 就是为了创造出情节衔接的契机 和腾出篇幅空间 来交代朱元璋与明教结局的故事 这点从修订版小说 结局情节的替换 就可明显看出 修订版小说结局 金老用一件事 替换了张无忌接掌峨眉的情节 那就是豪州城之行 他延续了旧版小说中 彭英玉向张无忌 禀报韩山童战死的设定 徐达 常玉春得知讯息 领兵持续应援 韩丽儿也一同前去 促成了张无忌 在离开武当山之后 作为明教首领 到豪州城去劳军 接着就续写了 赶赴豪州城的小名王 韩丽儿被朱元璋所暗杀 张无忌被朱元璋用计所蒙骗 以为徐达和常玉春等人 皆因争权夺利而反他 心灰意冷之下 同时也是为了保护 抗原大业的成果 以大局为重 甘愿放弃个人名利 自行隐退 将明教教主之位 传位给了杨潇 而杨潇虽既认明教教主 但朱元璋羽翼已成 统兵百万之众 杨潇又年老得博 万不能再与他争帝皇之位 还有就是 朱元璋登基之后 反下令严禁明教 将教中曾立大功的兄弟 禁家杀戮 明教也就因之日渐示威了 很明显 金庸先生就是为了表明 张无忌虽武功当时无敌 但说到即便计谋 却与朱元璋差得太远 终于堕入了这一代 肖雄的兼谋之中 也是以此交代了朱元璋的 上位史和明教的结局 其实 张无忌与朱元璋 最后的这一次暗中交锋 可以说 也是金老为了还原自己创作 倚天屠龙记 最初双雄争霸设定的想法 看过连载版小说的朋友 应当都有这个感觉 以张无忌少年时 聪明绝顶 且功于心计的形象设定 金庸最初的想法 就是想写他最后 与朱元璋双雄争霸 不过 可能是修定版小说中 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 有抹黑明太祖之嫌 到了新修版小说中 金庸先生再次删掉了 朱元璋设计张无忌的情节 并重新定义了明教总坛 与义军的关系 按照新修版小说的设定 明教与义军之间 从来就仅是明义上的统领关系 明教总坛实际上管制不到义军 简单来说就是 明教只是义军的首领 借助起兵的宗教外衣 义军的化世权 还是在朱元璋这些 各路人马首领的手里 明教总坛完全没有军权所言 本来张无忌是最有可能 成为义军首领的 因为是他成功 让明教脱离了魔教之名 成为中原群雄之首 克成大汉子孙中兴的大业 但他无意王权 当众拒绝尽为称王称帝 而除他明教总坛高层中 再无其他有声望的人物 因而抗原大业的成果 就只能落在义军首领的手里 而像张无忌这样的明教高层 能做的就是以明教教规教义 约束出身明教的义军首领 借屠龙刀斩杀昏军的誓言 希望他们能够在称王之后 恩惠百姓 土鸡世人 从金庸先生这两次对小说结局的修改 执着于对明教后续故事的交代 就能看出他老人家的出发点 就是为了让小说的收尾能更为完善 以改变原来仓促完结的局面 而张无忌接掌峨眉情节的存在 并不利于在设置朱元璋上尉等故事的开展 便只能删去以增创新的衔接情节 而且朱元璋的上尉是既定的事实 张无忌成为俄眉掌门后 一指长信让位阳霄就对明教置之不理 完全是置身度外的感觉 这也有毁张无忌的形象 笔直让他与朱元璋暗中交锋一次 被算计心灰意滥而自行隐退 或者虽无意亡权 但还会以屠龙刀约束朱元璋 做个明君的设置 无疑更为合理 除了交代明教的后续故事 让小说的收尾能更为完善之外 金庸当年删掉周指若传授张无忌俄眉掌门的结局 很明显还存在的一点用意 就是他想让周指若能有更好的结局 这点完全就是出于他老人家 对自己笔下这号人物的联系之情了